欢迎继续收听 依非权倾天下 作者成九 颇奖唐醋马蹄酥 第185章 戏弄不欠人情 没有意外 林初九的伤口崩开了 不严重 但是崩开的那一刹那 还是非常疼 林初九当时就飙累了 右手还按在崇楼的肩膀上 左手则按着伤口 身子微全喘着粗气 你 崇楼伸手去抱他 却被林初九拒绝了 别动 你的骨头刚刚结好 要一味就麻烦了 我还口气就行了 坑人的医生系统 他都伤成这样了 居然还不放过他 他下辈子宁可投胎做系统得了 嗯 崇楼果真听话 乖乖的没有动 约莫一刻钟 林初九总算缓过那口气 他僵着身子给崇楼上了药 将帮带递到崇楼面前 自己缠上 然后离开 左手不要动 尽快找个大夫 给你固定好伤处 最多半个月就能好 林初九不是要赶崇楼走 而是魔君大人不走 他怎么给自己的伤口换药 崇楼许是经常给自己包扎伤口 三两下就缠好了 林初九检查了一遍 点头道 可以了 你可以走了 可是 崇楼却没有走 而是一把将林初九拎到床上 命令道 把衣服脱了 啊 林初九傻眼了 弱弱的道 崇楼大人 你要这么积不择食吗 连伤残的女人都不犯过 这位魔君是饥渴了多久 你脑子里想什么 脱衣服 本座给你上药 崇楼敲了敲林初九的脑袋 气恼不已 林初九猛咳两声 尴尬的道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做到 好吧 他果然是想太多了 凭他的姿色 怎么可能让魔君看上 真不明白 面前这个骚包男 到底为什么一再缠上自己 本座不喜欢欠人情 你帮了本座 现在本座帮你 崇楼说的理智 直气壮 不当林初九说话 就动手去解他的衣服 林初九想躲 可被崇楼那双 不像人类该有的血毛钉上 他根本不敢动 乖乖地任魔君大人 将他的上衣剥干净 这个时候 林初九无比庆幸 他之前用白布将胸部 缠了一层 并不是为了女扮男装 而是伤在那个位置 不将胸部缠好 每次脱衣服换药 都觉得很尴尬 直裸露胸部以上 这在林初九能接受的范围 他虽然在爱慕国长大 可真的做不到 在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 叹胸漏乳 崇楼承认 在看到林初九被白布包裹住的胸部时 略有些失望 可另一方面又暗息 这个女人还是挺激进 难怪不拒绝她 原来是早有防备 同样是右手能用 崇楼的右手明显比林初九更灵活 不仅替她将断了的线挑出来 还细心地将周边的污脏擦了干净 这才给林初九上药包扎 这些全部是一只手完成的 林初九忍不住问了一句 莫军大人 你也是学医的 林初九真的不习惯叫崇楼 怎么听怎么别扭 崇楼本想再次强调 可见林初九一脸轻松的样子 也就随她了 左右一个称呼罢了 本座需要学医吗 崇楼酷帅地看了林初九一眼 从药箱里拿出绷带给林初九缠上 在缠绷带时 崇楼不可避免地要与林初九靠近 当崇楼绷带绷带到林初九身后时 崇楼很自然地靠上去 看上去就像环抱住林初九一样 林初九吓得一动不动 身子僵在原地 崇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每次崇楼缠到后面都会特别慢 井拨相交半天不动 林初九很想催她快点 可是崇楼每次都能在她开口前就收手了 林初九忍不住在心底重骂 这么一个妖孽到底是哪里来的呀 简直是会读心术 每每都在她的忍受极限 就佛祖赶紧收了她吧 她真的不想和这种浑身上下都充满危险味道的男人打交道 一卷绷带就那么长 崇楼就是缠得再慢 也缠不了几圈 很快 崇楼就将整卷绷带都用完了 吴大夫要是看到的话 指定要说浪费呀 真可惜 这么快就好了 握着绷带尾端 崇楼一副不舍的样子 林初九感觉自己寒冒又竖起来了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真是饥不择食 要对他下手 崇楼也没有要林初九回答的意思 手指一动 将绷带打个劫后 崇楼总算站好 与林初九保持了正常的距离 呼 大魔头终于走了 喜大普奔 与林初九高兴太早了 也太明显了 崇楼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非常不满 轻身上前 伸手捏住他的脸颊 不悦得道 你很怕本座 林初九的脸颊被捏得生痛 可却不敢呼通 老实地道 怕 怕你杀了我 他可是见过魔君崇楼杀人的 真的好直接 好血腥 当然也好可怕 杀你 放心 只要你乖乖听话 本座就不会杀你 崇楼松开了林初九脸上的嫩肉 手指却没有离开他的脸 指腹在他的脸颊来回摸索 就好像欣赏收藏品的变态 是的 变态 崇楼的手指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 被崇楼的手指碰触 林初九有一种被蛇缠上的恶心感 林初九承认 林初九就是个欺善怕恶的孩子 他果断地挠 大人 我会乖乖地 这种话说出口 真恶寒 要一直这么乖就好了 崇楼的指腹 停在林初九的嘴唇上 轻轻摸缩着 痒痒地 害得林初九 不由自主地起鸡皮疙瘩 这个细微的变化 没有逃过崇楼的眼神 崇楼陡然加重力道 就这么讨厌 被本座碰你 手指紧紧按住林初九的唇 林初九吃痛 拼命摇头 不 不是 身体本能 他能怎么办呀 虚伪 崇楼狠狠捏住林初九的下巴 习惯了 你就不会再厌恶了 化落 崇楼在林初九震惊的眼神下 轻身上前 含住林初九的唇 嗯 唇 被温热的蛇含住 又被冰冷的面具抵住 真的不是一般的痛苦 可是 这个男人 却不肯放过他 含住他的唇 用力一咬 啊 疼 林初九嘴里满是血腥味 是他自己的 记住这痛 再有下次 本座捏碎你漂亮的脖子 崇楼咬完这一口 就推开了林初九 林初九没有防备 东的一声 跌进身后的大床 而这个时候 崇楼再度栖身上前 本章完 不就放开你的手 不就放开你的手